大家好,我是封印,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国沙 大家有好的录像或者视频可以偷到我邮箱 如果大家有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加群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讨论 好了,废话不多说 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录像 话说三国沙里面菜刀流有哪四个特征呢 简单总结就是这四个 首先要有多刀或者说是能够指定多个目标的能力 第二点就是能够强加伤害 也就是说能够造成多的伤害 第三点就是可以造成多的点数的伤害 比如说你能多打一点血 多打两点血,对吧 加伤害 第四点就是可以无视距离 能够保证不会因为短手 那现在菜刀流里面最强的是谁呢 谁是菜刀流的巅峰呢 那莫过于黄中莫数 自从黄中改版之后 已经是菜刀流巅峰的这第一把交易已经是几乎是做稳了 对他来说,首先他列弓这个技能 首先距离是几乎是不用担心的 他的杀的点数,杀的点数什么四点五点距离就四五 那基本上也是不用担心的 应该是都打得到的 另外他可以对体力大于等于自己的加伤害 然后手牌小于等于自己的可以强重入腰 而这些通过调整手牌 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难 而他正因为他可以加伤害 这是他的血腺嘲讽非常重要 有些情况下甚至你需要自己去掉些血 为了达到一个加伤害的一个目的 那有些情况下别人为了忌惮你这个技能 反而会不打你 不打你怎么说呢 你黄中作为菜刀流怕的就是被速推对吧 而他如果说忌惮你掉血而不敢打你 也给你起到了一个降低你嘲讽的一个作用 保护你的作用 反正无论怎么说 黄中这个武将肯定是菜刀流的巅峰 并且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武将 这是对黄中的一个评价 当然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首先主攻是一个教主主攻 对吧,教主主攻 按理说我们黄中是不是该跳个反贼比较合适点 对吧 教主主攻 黄中是非常克制的 对吧 有可能你的后面的一些反贼队友 他都会把你当成反贼来打 正因为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身份是忠诚 对吧 我们这里因为这个王姬没有拿连辱 你可知道连辱在黄中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吗 对吧,那一刀加伤害了 伤害一加起来可不是吹吹文的 好了,王姬也是理所当然的跳了个反贼 决斗一下 他这个决斗我能理解 他这个决斗一定是把黄中当反贼来决斗的 他是为了送自己队友 让他能够对主攻加伤害 甚至他给连辱 都是为了让黄中去秒张脚的 但可惜我们黄中是一个忠诚 对吧 王姬也是直接托管了 好了,看一下就凭这一把手牌 能不能在零辅助的情况下推掉全场呢 好,第二刀直接打向卧龙 第三刀还是打向卧龙 六排的卧龙到底有没有逃呢 当然是没有啊 画陀没有救 说明画陀可能是一个中内 哦,元术帮我们打一张无限 那也是一刀两血 一刀一血 熟悉的操作 不变的操作 好了 我们已经成功的收掉了三个人头 那我们还有三张杀 是不是还可以收一个人头呢 对吧 那二张 对不起 你也只有归西了 通过黄中这么一个小小的爆发 就是他几乎是没有什么辅助的 要说什么能力 无非就是摸了一张连弩 对吧 其他的情况下 他也没什么辅助 没有人给他补牌啊 但是呢 他的攻击力依然是如此强悍 几乎他只要有一张杀 就可以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所以说呢 黄中作为一个菜刀流的巅峰 当然是 是非常 是理所当然的 对吧 当之无愧的 这里的话 到底谁是内奸 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这一个是很 非常稳的一个局啊 在他们眼里 黄中有没有可能做内奸呢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介于刚才 黄中都是对着反贼脸去打的 所以黄中做内奸的概率 也是比较低的 当然了 元少 元树跟画佗 谁向内呢 因为元树刚才帮我们打了一个无蟹 对吧 如果他是内奸 他没 他可以拽着个无蟹 也不知道无蟹在不在他手上 对吧 我说于这点 我觉得元树可能偏中一点 但是呢 画佗也不太适合做内 所以呢 这个身份就不清楚了 那我们就看吧 当然这个局可及的问题啊 即便是我们和张娇两个人 去打画佗加元树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况且画佗加元树里面存在一个忠诚 那后面就是垃圾时间了 我们加快 这一局主要第一是介绍一下黄中啊 太道路的巅峰 当然黄中也有很多技巧和打法要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黄中的杀一定先拍 对吧 你装备那些没用的装备没必要挂 比如说什么长距离的啊 或者说什么盾啊刀啊那些 只要不是你需要发动效果的装备 比如说你发动武林刀效果 你不用发动这些装备 你没必要去挂上去 你直接开就是了 无所谓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先打 为什么要先出杀呢 因为你能保证你的手牌数最多 保证能打到一个强重的一个效果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合理控制自己血线 也就是说黄中这个武将 适当的卖还是要卖的 而在这局里面 由于王姬刚才打了我们一刀啊 如果王姬没打 如果前之位谁开了个AOE 你是不是该卖呢 我告诉大家应该开卖的 因为四血跟三血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三血对很多武将都可以加伤害 而四血对很多武将都不能加伤害 对吧 只需要耗费你的一点血 差距就如此之大 好了 这是关于黄中的一个基本大法 我们看第二局录像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都是菜刀流 菜刀流最强的是谁呢 是黄中 那菜刀流的二档架是谁呢 那我们的季黄盖对吧 那就说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我觉得季黄盖是菜刀流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武将 可能不及黄中 但是首先季黄盖它有多刀能力 这是非常强的 并且它能够过牌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非菜刀流武将的一个属性 它可以过牌对吧 苦肉一定是个过牌技 这样呢也防止了像黄中一样 有可能断杀的这么一个尴尬 所以呢 季黄盖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菜刀流武将 当然啊 有些人说啊 这些你说的不是废话 我还知道黄中强 我还知道季黄盖强 但是呢 你虽然知道啊 但你不一定知道 他们的一些配合和打法 对吧 好 这一轮我们看有什么发挥呢 首先啊 三个难蛮 对吧 这里呢 季黄盖是看到三张难蛮 也是毫不犹豫的 就开了出去 对吧 你这三张难蛮 你不怕把孙策打觉醒吗 对吧 你不怕把孙策血线压低吗 对吧 难道你要干什么 我猜 主视角是想直接推掉孙策 对吧 就是这么霸气啊 既然你选择了季黄盖 那不如就打得寂静一点 对吧 我也不怕你什么觉醒了 对吧 我就三张难蛮 一张绝斗 一张九火杀必中 就凭这一排 我看能不能直接秒掉你一个满血孙策 对吧 到底能不能做到呢 那我们拭目一待 看来 这里残的不只有主攻和雕蝉 可能你的后置位的一些反对队友也变得非常的残 当然这个孙策还是救了一下雕蝉 好 这里也是直接一刀九火杀拍过去了 其实啊 其实啊你这个时候啊你打决斗好一点 因为你打决斗他有可能会愿意卖 对吧 你开三个男蛮说实话 呃 开三个男蛮他还不能百分之百说你是一个反 说你是一个反当一个反对大 万一你就是想送他觉醒了 你一个决斗拍一个凉血的 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掉一血了 他还不会给你拼杀 对吧 有可能他还愿意去觉醒 他以为你在送他 当然你如果你是作为忠诚 你这样打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位置毕竟太靠中之位了 如果你是后之位 虽然像这个位置 你这样打得激进一点 送送的觉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你这个位置强势把他打到一系 他不免会产生怀疑 你是不是要对他下手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对吧 主视角呢也是直接一刀九 九红杀打过去 希望后制后制位的反对队友 能够补个刀 把身侧一轮推死 对吧 刚才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我拍决斗上去要好一点 拍决斗 我觉得他大概率不会反杀我们 对吧 因为我们打得难瞒 也是一个中内的一个打法 也没有明确跳过反对 当然啊 这局的重点和精彩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孙策不是特别 大家知道觉醒后的孙策那是强盗爆啊 那是强盗爆 觉醒后的孙策几乎是无敌的状态 觉醒后的孙策 我想一下哪些人单挑能够打赢呢 比如说极限状态下的春歌 对吧 极限状态就掉了血的王爷 或者说有N多N多化身的佐词 我觉得你哪怕是有一两个神化身的佐词 都不一定能打赢觉醒后的顺测 你必须是有很多化身 而且是轮番的使用的佐词才能打赢顺测 所以觉醒后的顺测 单挑能力配合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如果你一两轮推不死他 让他越往后 让他再搁置几轮的话 那基本上反对方也是容易崩盘的 而这里啊 我要是孙策香如果实在打不死孙策的话 我建议给他结音算了 睡他算了 把孙策睡了算了 虽然不赞成不赞成这种啊 这种什么呢 这种比较 这种 这是叫什么呢 兄妹练啊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要睡他 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睡了他的话 要稳一点啊 如果说让孙策觉醒过后 一波八排一波补牌 然后呢 再让貂蚕联动 后面的后果还是非常恐怖的 那希望这样吧 通过一波打 能不能把至少把貂蚕打死呢 对吧 这样至少后面还有的打 好了 貂蚕打死了 小乔也几乎也是说再见了 那我们进行一个三位一的围有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是不是如此轻松的获得了胜利呢 那我们看孙策能不能打出什么爆发 通过魂姿 好的八环盖牌 我们肯定是留桃啊 木马也不要了 他挂出了一张闪电 对吧 这是烈士局 挂闪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打掉黄中 那我们把桃 环盖啊 说错了 环盖 我们把桃吃掉 好了 那你既然一排 一手排 一血过 那你肯定是 对吧 顶不过我们三个人的火力 那我们看剩下有什么发挥呢 发现是一张闪啊 直接一个红沙拍过去 对吧 让你激昂一次又怎么样 什么 竟然竟然出了桃 这种狗运气都有 简直天理不容啊 天理不容啊 这个出桃的概率太低了 对吧 出九桃的概率太低了 对吧 好 那张闪我们逼出来了 一刀九红沙 对吧 又出了一张闪 什么情况 孙策真的有这么强吗 对吧 这是什么 难道孙策也有信啊 我没看错吧 那一张决斗 你不可能又摸一张杀吧 哦 好了 砸脚 那你说你运气这么好的人 这只是一个掐断 你说你运气这么好的人 我们三个人怎么打得过 对吧 你简直是你这个孙策 简直是要杀有杀 要闪有闪 要逃有逃 简直跟一个一血的春歌 一血的路神一样 对吧 打不死了 对吧 要逆天了 对吧 你既然要逆天 那天一定会惩罚你的 这就是天道有轮回 对吧 好了 一波闪电 直接带飞你 遭到了天前 好了 这局也就给大家解说完毕了 最后是由我们主视角的胜利 而告终 当然啊 只是娱乐 只是娱乐 我说的那些话 大家不必在意 尽管娱乐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